这个故事是在我高中时 当时的老师分享的一个真实故事 由于至今的男人印象深刻 因此将这些故事分享给大家 一对男女朋友 他们从交往的时候 就遭到家里的反对 女方家里由于学历比较高 便嫌弃男方的职业 以及他家里穷 没有办法给女方过好日子 但是他们很相爱 于是不顾家里的反对 他们拟定了失奔的计划已久 终于等到那一天 他们双方于当天早上收拾好行李 约定在当晚 偷偷带着行李离家 到附近的公车站牌见面 他们约定的时间是晚上十点 女方还提早了一点时间便到了 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 都过了四十多分 还不见男友的到来 中间他打了好几通电话给男友 但男友都没有接 女方开始觉得不对劲 终于在时间快接近十一点的时候 他接到男友亲自打来的电话 他告诉男友他自己已经到车站很久了 男友说他刚到不久 还在电话中跟他道歉 说因为刚刚在路上遇到了车祸 不过还好只是雷残 所以他就赶紧赶过来了 女方于是环顾了四周 但都没有见到男友的身影 便问男友是不是搞错了约定地点 到了错的车站 于是双方在电话中确认了路段站牌 由于这个车站也是他们第一次邂逅的地点 所以不太可能会搞错 而最后双方都确认是在同一个地点 但彼此却都没有见到对方 正当话还说到一半 电话的讯号不是很好 便断了 女方又打了两三通电话过去给男友 但男友至时都没有在接通 过了不久 一台警车在女方的面前停下 警察下车询问女方 你一个女生这么晚在这里干嘛 警察要他快点回家 说一个女生那么晚还在外面很危险 女方正要开口回话 这时挂在警察身上的对讲机突然啥了 警察于是接起了对讲机 而对讲机那边告知前方有车祸事件 要他赶快过去处理 警察于是挂掉对讲机后 便对女方说 我要去前面看看车祸的状况 需不需要顺便载你回家 女方本来想玩具 想要继续在这里等他的男友打电话过来 但他突然想起 刚刚在电话中 男友提到自己出车祸的事 这样的念头一闪 他决定跟着警察过去查看 就这样到了车祸现场的位置 女方首先看到了握倒的机车 以及确认了握倒在机车旁边的男人 就是他的男友 警方告知 这个男人已经死亡有一段时间了 判定死亡时间约在9点半到10点之间 而女方是在10点半左右 因为等不到男友 打了几通电话过去 他也都没有接 而当男友亲自打来的时间 大概落在于10点45到50分之间 也就是说 如果警方判定的死亡时间没有错 他的男友打电话来的9的时间点 男友就已经车祸身亡了 想起刚刚在电话中 男友不停地强调 自己已经到了车站 而当时自己就站在车站中 跟男友讲电话 男友却没有看到他 他也没有看到他男友 有一种说法是 他男友其实已经在9点半到10点间 车祸身亡后 因为当时撞得太快 这个男方当下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死亡 还起身起车 过去跟女方赴约 但当他赶到约定地点的时候 两人依然是在不同的空间 所以他们才会看不到彼此 那今天故事就说到这里咯 如果喜欢我的故事 可以在右下角按下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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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感谢观看